天狼说话是 脸上的表情没有丝毫的变化 看来他真的一点不担心 他家那口子的安危了 若是光这样也就算了 毕竟在这大千世界中 剑修的攻击力并不算是最强大的 而且也有一些善于防守的人 当然了 我说的都是道上的精英 他们只要步步为营 闯过这个剑阵 应该还是不是问题的 可若是再加上一些其他的东西 那可就不妙了 哦 里面加了些什么 是啊 天狼点点头却是一言不发 那到底什么意思呢 见我着急的样子 天狼心里啊很是不爽 又不是我人在里面 这个嘛 我一是忘了 让我想想 好了紫禁 不用理他 我们走吧 他们之间的事情 我们管那么多干什么 走吧 倒是不会理会天狼 拉着我边往前走着 即使他很想一掌拍死那小子的 但是不好意思向一个小辈下手 因此便直接无视了他 去 真是个小气的家伙 天狼在后面囊囊几句 快不得也赶了上来 刚才忽然间 我想起来 那个轻微道长 除了喜欢研究剑法之外 他便更喜欢研究花草 花草 是的 那他是男是女 废话 当然是女的 你见过哪个男的 叫小薇的吗 我无话可说 天狼很是得意地甩了甩头说的 当时的上青宫 可是四处栽满了花草 而那些就是轻微道长的杰作 由于当时他在门派中的地位 和无匹的实力 所以没有人对他的做法 持反对意见 忘了和你说了 那些剑修之间 可是很团结的 一旦有外地入侵 他们便会群起而公之 从不讲什么道理 而且是不死不休 直到将那些入侵的门派 屠杀干净为止 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坏 那个算不上好坏 这是一个让人无法辩驳的话题 因为他们的宗旨便是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向来都是如此 他们对自己那些 极端的斩草除根的手段 都很是赞同 往往称之为正当防卫 这样也就堵住了悠悠众口 怪只怪那些入侵的门派不开眼 连那些剑修都敢随便招惹 嗯 这个我明白了 那你说说 那个轻微道长 在这剑阵里面加了些什么东西 又和他喜欢的草 有什么区别呢 好 我先问你啊 你有没有听说过 在武林当中 武功达到一定程度 便可以摘叶飞花的 嗯 这个我听说过 也见别人使用过 的确是一种这样的用力法门 那个轻微道长改进之后啊 那剑阵里面呢 那剑阵里面呢 就全变成了花草 那些花朵的花瓣散乱后啊 变成了杀人的一种力气 随风飘动 便在瞬间呢 会变成一片片的利刃 收割人的生命 那些都是假的东西吧 应该伤不到人的 不 那些花草 虽然全是假的 但是并不代表 它伤不到人 天涯嘛 它们全都是用剑气组成的 那无匹的剑气 也不知道是通过什么原理 在那轻微道长的剑阵中 生生不息地循环着 那些由剑气组成的花草 一旦被人弄碎之后 便落到地上 而后在片刻 再次长出新的花朵 那些花朵长成时 便再次成了杀人力气 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的 那么那些花草 是如何长出来的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 有空你去问问秦为道长吧 他对这些知道的 可比我多了去了 我怕他早已经死了吧 怎么会 所有人都死了 那婆妇也不会死的 婆妇 可恶可恶 不过 那婆娘的确是够厉害的 天狼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继续说道 如果你想找她的话 还是很有可能的 只要努努力 早晚会见到她 她没有事 早在很多年前 都已经飞升了 这个倒是没什么好惊讶的 那么厉害的人 度过天节飞升 想来也不是什么难事 不 你想错了 修为越高的人啊 等度劫的时候 那天节也就越厉害 而且那婆娘可是剑修 杀人如麻的剑修 杀了那么多人 天节的时候 怎么可能会好过呢 不过那婆娘 的确是很厉害 当时的天煞 都没能拦住她 被她一剑给劈碎了 天煞是什么 哎呀呀呀 不好了 过了这么多年 谁知道那轻微见证 被那臭小子们 改成什么样了 这破军万一有什么 三长两短的话 不说了不说了 我得赶快去帮她 他们两人 若是没什么事情的话 也过来帮忙吧 多个人 可是能减少不少负担呢 说完便没了踪影 我有些恶然盯着眼前 空空的地面 对于天节的事情 人们很少会对别人提起的 道士说着 为什么 等你以后度天节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哦 别担心 无论你的天节有多厉害 只要我在你旁边 保你安全度过 嗯 那我们也上去看看吧 不用了 看那天狼的表情 想必那破军对付起来见证 并也不是什么难事 只不过现在 会多费一些功夫而已 我们还是先休息一会儿吧 哦 紫金 是这么想的 是啊 怎么了 嗯 很好 做事情的时候 都要讲究个前因后果 要全方位地进行分析 而后果断地进行决断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且说说破军进入那 轻微剑阵之后的形象 破军被天狼一脚踹飞出去以后 便直接进入那剑阵之中 当时天狼那一脚啊 是用力真不小 疼得破军是呲牙咧嘴的 但是想想那家伙的脾气 破军也很是明智地 将心里面的不满 全部都驱除了出去 静下心来 打亮四周的情况 它所处的是一片色彩缤纷的花海 静谧无声的花海 淡淡的清香 萦绕在鼻尖 不觉让人感觉神情气爽 头脑一片轻盈 哎呀 好漂亮的地方啊 连破军这样的大老粗都称之为漂亮的地方 可见其美丽程度了 它便在那花海之中是走来走去 它是一个粗人 并没有那些文人的雅致 它只觉得那些花儿漂亮 但是它不会像那些文人一样 将那些花朵小心翼翼地护着 它在那花海中就肆意起来 缤纷的花就被它踩断了一枝枝 一朵朵 而它呢 却毫无羞愧 依旧是哼着小曲往前走着 考虑着 是不是学有些人一样也浪漫一下 采其朵自己认为美丽地回去送给天狼 但是它没有注意到的是 那些被它踩断了的花朵在它的脚步过后 抖了抖身子又缓缓地立了起来 这儿很静 静得有些诡异 但奇怪的是 它踩断那些花朵的时候 并没有听见应有的断裂声 那花海中总觉得少了些什么东西 显得很是诡异 比如说蜜蜂 众所周知 蜜蜂喜欢在花海中采摘花粉酿成蜂蜜 按理说 这样大的一片花海 应该是充满了蜜蜂的影子才对 但是现在在这儿呢 却是一直都没有看到 它是一个大老粗 这没错 但并不代表它是一个笨蛋 很快 它便发觉了不对 开始暗中戒备 一阵冷风起来 那些花朵在风的吹拂下 渐渐地飘落 有几片不小心刮到了破君身上 不小心划烂他的衣服 在他的衣服表面 留下了一道道的口子 若不是有一片凑巧 划破了他一点表皮 让他感觉有些疼痛的话 他还发现不了 这些最优秀的杀手们 破君大吼一声 手中多出一把开山大斧 眼睛在刹那间 就眯成了一条缝 破君的力气很大 那把开山大斧 在他的手中仿佛是一张纸似的 轻若无物 就那么被他随意地舞动着 那些近身的花瓣都被他砍碎 他心中是微微一松 但是手臂还是被划开了一道口子 这还没完没了了 粗鲁地骂了一声 破君再次挥动手中的大斧 锋利的斧头 如同蝴蝶一般翩翩起舞 将那些花瓣全部挡在他的周围 你想象一下 一个五大三粗的男人 像跳舞似的耍功夫 是什么样子呢 那会是怎样的场景 那无数的花瓣被风卷起 这儿成了真正的花海 花的海洋中 破君舞动他手中的喧哗大斧 在那儿咚一下 吸一下 实在是郁门得紧啊 这什么鬼地方 破君纷纷地咒骂一声 挥动斧头的速度猛然加快 周身的花瓣都被他手中的 斧头所散发出来的钢气全部震碎 这让破君是小小得意一把 而后他便最快的速度 清扫周围的花瓣 但是这花瓣实在是太多了 仿佛是无穷无尽的一般 来了一波又一波 这让破君的心思很是恼怒 他也发现了 这些鬼东西杀完一波后 重新会长出来 否则以他刚刚所扫除的数量 现在也不该有这么多呀 现在基本上是树木有增无减 既然你们要来 那便来吧 我要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斩草除根 破君在看到那些花草被扫除再长出来之后 心中是猛然一动 发现了其中的秘密 顿时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叫做诡异的笑容 手中的大斧猛然就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把镰刀 一把看上去很是古怪的镰刀 仿佛就是死神的收割工具一般 那镰刀一到就变成了青灰色 而且还隐隐发出圣人的声响 手割吧 生命之死亡摧毁 破君嘴里是轻轻泥喃 而后手中的镰刀猛然向前横扫 不知是何缘由 那镰刀明明是只有那么大 但是效果却是非同一般 前方被横扫到的花草已经是尽数枯萎 并没有马上消失不见 破君见此时心中大喜 身形展开 手中的镰刀迅速就舞动起来 尽情地收割着那些不是生命的生命 末了 留下一朵娇艳欲滴的玫瑰出现在她的面前 这可是今天最后一朵花了 我是不是应该将它送给天狼呢 这花好像叫玫瑰吧 破君努力回想着很久以前 无意听到关于这种花的预言 应该是代表某方面的东西吧 嗯 那么正好送给天狼了 心中打定主意的破君是双手微微闪动 抓住那矗立在他面前的玫瑰 将其连根拔了出来 将花朵凑在鼻尖闻了闻 感觉味道还是可以 便小心地捧在手中将其准备送给天狼 话说天狼独自一个人去帮助他 迅速展开身形进入了那轻微剑阵 而此时战斗已经基本接近尾声了 他发现破君 但是正在做最后的努力破君并没有发现他 见破君应付那轻微剑阵并不是很困难 天狼也就放下了心 站在那静静地看着破君 潇洒地在那东奔西走着 在外面的我 站在道士的身后 我的心早已是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静静地站在云端 看着前方的云彩 那上面有我的记忆 有我们的回忆 共同美好的回忆 想家了 想起了那远在根本不知道在什么方向 有多远的距离 想起了那隐藏在脑海深处的一张张面孔 这一切是如花如梦 如镜如水 让我的心在丝丝地颤抖着 我害怕 害怕这一切都是难科一梦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这一切便都不存在 成为再也寻不来的难科一梦 连瞎子都能感觉到 从我身上散发出来的 闷闷不乐的情绪 道士拍了拍我的头 示意我不要再想那么多 可是那可能吗 有那么好的事 我不多想想怎么能行呢 我这也是为你好啊 哦 哎 道士长长地叹了口气 很是郁闷地说道 如果你总是像现在这样的话 是很难将修为提高的 哦 我知道了 那我们继续前进吧 如果老师让我待在道士身边的话 我想我永远都不会有什么上进心了 修为自然而然的便会停滞不前 而我没有注意到的是 道士转身离开那一瞬间 那眼角晶莹和眉头的纠结 是什么 让他如此神伤 是什么让他的心彷徨了呢 此时道士的心中正在做着艰难的挣扎 没人知道道士在想什么 我也是这样 他是那么的神秘而又不可琢磨 从来没人见过他 也问过他 从来也没有人告诉过他 但是周围的气场很明显在发生着变化 而且那中心就是道士 我很惊讶他竟有如此能力 情绪的波动竟可以带动得周围的气场发生变化 不得不说他的修为的确是很高 高到让我无法触摸 无法想象 为什么呢 为什么你会有如此大的情绪波动 我们两个之间难道是发生过什么事 我在心里是默默祈祷着 至于具体祈祷什么 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我张了张嘴想问些什么 可是道士的脚步却停也不停 刚才他顿了一下 可以证明他知道我有话要说 可是他没有扭过头看我一眼 而是继续地往前走着 走到哪儿 我也不知道 不知怎的 我的鼻子有些异样 眼睛也有些发酸 泪水居然是无声地落了下来 我在他心中 难道如此不堪吗 我沉默了 面对他的大声质问 我彻底沉默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的问题 那问题连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 又怎么会去回答他呢 但是我明白 无论如何我都是忘不掉他 那个将我从地狱拉到天堂的人 他的影子深深地烙在我心中 尽管可能他并不知道 我心中有一个位置一直是为他而留 而且那个位置是最大的 也许他永远都不可能知道 所以我也未曾将那段记忆 从我的脑海中再翻出来 那是在自残 用一把锋利的刀子将自己一块一块地割成碎肉 我受不了了 所以是不会那样想 我是一个怕疼的人 他让我更加脆弱 坚强的坚硬的外表外面 铠甲的里面 还有一块怪异的护心镜 泪无声地沾湿了衣裳 我任由道士用那强有力的大手抓住我的手臂 那上面鲜红的印记仿佛是从未存在过 因为我感觉不到痛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现在一切都在变化 明明之前还好好的 现在却早已是今非昔比 那气场是越来越大 处于气压中的我即将窒息 但是我仍是两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道士 盯着他模糊的表情 盯着他汹涌的双眼 如恶魔般猙獰的面孔 静在眼前 我并不怕 这是一件奇怪的事呢 沉睡在我体内的力量 在渐渐苏醒 可是我一点也不知道 一点也没有感觉到 我只以为 那是我自己努力修炼得来的 却不知道 那是我在体内隐藏的东西 在一步步地苏醒 否则 我这么小的年纪 怎么可能将修为提高到这个程度 每当我的情绪发生异常波动的时候 那神奇的恐怖力量 就会苏醒 后来发生的事 就不是我的意识控制 那似乎是身体的本能 而后 我的身体在慢慢破碎 而后 灵魂又被卷入到一个黑洞里 当时 一团朦胧的光滑 护住我的灵魂 而后 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心中只是在想 我的一切 怕是要重新开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声 感谢观看